大家好我是Paul 周五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你对女生骂脏话这件事有什么想法吗 我是没有的 那西方人会有什么想法呢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来看 那他标题 这边袁波说的是 他父母会抱怨这位人 那我们可以理解他大概就是女生 My parents usually complain about me doing so 抱怨我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 complain about me doing so 这个doing so就是形容词 shows me这样 so yeah kind of sparked some insecurity this time 有点点引爆我心中的一些不安感 不安全的感觉 就是父母一直说我一直念我 让我觉得有点insecure 好来我们往下看 下面啊这个 被顶上最上面的这个回应呢 全部都在骂脏话 所以我们就不要看了 你可以看一下荧幕 我这样往下滚给你看 每一个就是fuck yeah fuck a fuck a 一大堆的 ok那算了算了来 那看一下这里 下面这个好一点的 没有那么多脏话 i am one 我就是一个会骂脏话的女生 couldn't care less about it 啊这个片语我们要学一下 couldn't care less about it 这什么概念啊 有时候你会看到外国人的使用 后面这个about something都会死掉 他就只会couldn't care less 而且外国人也会用错 我看到好多外国人用成 i could care less 这是错的 我们说一下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care是在意 less就变少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对这件事情 你在意的程度 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了 那低到已经零了 没有办法再往下了 所以这就是你无法 对这件事情的关注 能够再低 因为已经低到不行了 所以你要说的是 i couldn't care less because I am already caring the least 大家懂了 所以他也有他的相反版本 如果你对一个事情 在乎的程度 已经爆表了 不能再多了 因为已经满满满了 你就会说 I couldn't care more 所以你非常爱你的猫跟狗 或者你的女儿儿子 I couldn't care more about my daughter I couldn't care more about my pet I couldn't care more about the health of my pet 之类的 你大家懂 所以那外国人会以为说 这个否定好像怪怪的 我把否定拿掉好了 所以你会听到来说 You know I could care less 错了 I couldn't care less 才是对的 好听懂 所以这个人有用 写的是对的 I am one 我就是一个会骂脏话的女生 Couldn't care less about it 我完全不在意这件事 妈就骂三小 对不对 然后他后面继续说 People who say swearing is unladylike are boring and don't know very many awesome ladies evidently 好 所以会说骂脏话是 是不太像女生 unladylike 我都不确定这是不是一个字 你知道吗 有ladylike没错啦 就是这个像女士的行为 so something is very ladylike some behavior is very ladylike 这个可以 那能不能加个un在前面呢 他自己或许创造了一个字 所以他自己也才加了quotation在这里 然后骂脏话这件事情 我们刚刚没补充 swearing就是骂脏话 你可能会想说 swearing不是发誓吗 跟骂脏话有屁关系 well 讲一个概念 讲一个概念 你认为dame这个字是不是脏话 你看这个dame 好像中文翻乱七八糟的 好像我们常常把dame这个字 翻译成我们中文的 tame的这样子 我听过这个翻译 我觉得翻的也 虽然说意思完全不对 意思完全不对 可是这个字的字意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硬要翻成中文是做不到的 为什么 dame的意思是 上帝来诅咒什么什么事 所以他的完整版本是 oh god damn it 也就是指使上帝来降罪 降咒于这件事情 可是重点在这里 重点在 在基督教的观念里 人是没有那个资格去命令上帝做事情的 所以这句话 dame这个字其实是脏话 在教会里是不能说的 因为你不能够指使上帝来降罪 或者诅咒一件事情 大家懂 我希望你可以接受我的说法 这个是我自己 刚移民到多伦多的时候 然后第一年里面就学到这个概念 大家跟我说 dame这个字在教会不要讲 不能讲 因为这是一个脏话 那有干净的版本 就darn 可是你看这又没有那个力道 dame这个字没有任何的卷舌的部分 说起来多顺啊 dame 对不对 可是你如果要讲成darn 就弱了 弱很多 ok 所以 赶净版本可以讲 但是dame不可以 刚解释了 这个就跟 这个就跟 对着上帝发誓是同样的概念 你说什么 你怎么会扯到这里来 我刚刚的dame 是让上帝来降罪于什么事 我做个比喻 你是不是相对来说 就要拿一个东西跟上帝来换 或许这是我自己有点点 过度解释这个概念 可是我们台湾不是有这个概念吗 我愿意用三年的阳寿 来换妈妈的健康或之类的 所以swear就是发誓 如果你可以 让我妈妈身体健康多一点 我愿意用三年阳寿来换它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swear发誓 可是我也换到了 让上帝去做事情 对不对 对吧 所以我的发誓跟让上帝做事情 等于是有个连结的概念 等就是 cripple quote 等 等价对比的概念 OK 两件事情挂钩在一起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swear可以被理解为发誓 也可以被理解为骂脏话 因为dame这个字叫上帝做事情 就是swear OK 刚刚讲了 两件事挂钩在一起 所以swearing可以被理解为骂脏话 OK 那我们中文讲的那个 这是我干地干爹干妈干妈干姐之类的 我们也可以称为这是我们发誓过变成的亲戚 煞血为萌之类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是我的干戈 你是我的swear这个字变成 过去是swore 那他的过去分子是sworn 所以 he is my sworn brother 他是我的这个干哥干弟之类的 OK 也可以是敌人 he is my sworn enemy 也是OK的哦 好 所以这里听懂就好 来 所以swear 骂脏话 可以换一个字 curse 也是骂脏话 curse也就是诅咒事情 诅咒事情 你跟你家都应该去死 那这curse 你在诅咒人家 那你他妈是个什么什么 这curse 那curse这个字也不好听 所以cuss 另外一个版本 OK 那这种粗俗语言或之类的 vulgar profane 蛮常讲这两个字的哦 名词vulgarity 后面的名词profanity 这样 OK 好 我们再看下去 所以很多人说 swearing是unladylike 会这样说的 他们都很无聊 那也不认识很多很棒的lady 大概是这样 好啦 OK 理解 然后 再来 我特别有想 我有特别想看的地方 所以 好 就这一篇了 so I think that's the point 这个回应说 that women are held to the standard of being better than swearing but men can just keep doing it cause sigh boys will be boys 呃 不好懂这一篇 这个回应 所以我们来仔细地说一下 所以这个人说 我认为那就是重点啦 什么事情呢 就是女生啊 多半都会用 被比较高的标准 来被要求 所以那个 要求 用比较高的标准 来要求人家 标准就standard 应该没问题 standard 那它会搭配的动词 往往就是 hold OK hold 就hold down 那个hold 抱住的hold OK 所以 我把这里有写给你看 我本来还用一个这个夸号来去 那我们要填进去 所以 好 那souls就是x 所以要是 你是个好学生 然后你在班上的成绩 我就会认为 我对你的要求会比较高 我非常 你是一个成绩比较好的学生 我讲好学生 太广义了 所以你是个成绩比较出众的学生 我就可以说 I am going to hold you to a higher standard 所以后面这个to a higher standard 就是一个固定的片语用法 hold something or somebody to a higher standard 让那件事情 你在让它 你会指望它能够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标准上 好 所以女生就会被要求 被用比较高的标准来被要求 中文讲了 乱七八糟 好 无所谓 所以这就是被动的 所以你就会把这句写成被动就是 X is hold就变成了held X is held to a higher standard 这样就没问题了 希望有听懂 OK 所以这里说了 Women are held to the standard 什么样的standard 它这里讲的不是higher standard 是什么什么standard 什么standard呢 of being better than swearing 这里还真的不太好理解 所以它认为女生被要求的标准就是 Hey you are better than swearing 你可能从字面上理解就是 你比骂脏话还要棒 你知道better就比较棒 所以例如说我认为苹果没有橘子好吃 所以oranges are better than apples 这是你了解的better的用法 就是谁比谁好 对不对 可是这里并不是这样的概念 这里这个better than什么什么是 请原谅我们要跳出这一个 跳出这个内容来 让我用另外一个事情来比喻给你听先 比喻给你听 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英文的对话里出现 这样的一句话 而这一句话是原封不动 就是这五个字 缩写成四个字 就这四个字 就是原封不动 你会听到这一整句话 在一个英文的对话里面 那这句话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出现的实际点是什么呢 也就是 好一样 这就是我要跟你讲的情境 OK 好 那这个情境就是 我刚才拿我的例子来说好了 我跟我最近家里面住宅的管委会 弄得非常的不好 弄得非常的不好 那个里长答应我们 不会花到管委会的钱 来盖一个中央厨房 结果他妈的管委会的钱 还是被花了十万块 然后我就 然后我还有录影 就录他说 你跟我保证过 你不会花到管委会的钱的 然后他就在那边 用各种的推托支持这样 那我就 我有一股怒气 很想要 因为我真的在跟他吵架的时候 气到我很想 轮起拳来揍他 你知道吗 可是这时候我心里想的就是什么 我心里想的就是这句话 Come on Paul You're better than that OK 你不用把自己降低到 跟这个人见识到 生气到 还拿拳头去打他 他不值得 他就是一个狗屁里长而已 OK 他不值得你这么做 You're better than that 所以这个better的意思 有没有清楚一点点 我好像并没有解释 可是你应该有听懂我的意思 你不需要把自己降低到 那个高度 那个低度 去做一件什么什么事情 你是比那个还要更好的 OK You're better than that 那这个that就可以代替 任何我跟你之间 现在在谈的这件事情 包括这个 我想要拿拳头打了一张这件事情 我是没有了 但是我有一只叫他骗子 就是了 好了 anyway 扯远 回来这里 所以 他刚刚说的 better than swearing 你懂了吗 他的自己不是better than that 他把that变成了swearing 所以女生 不需要把自己降低到 去骂脏话的这个高度 OK 所以women are held to the standard of being better than swearing 女生不用把自己降低到 去骂脏话 you're better than that 好 OK 而男生呢 则是可以一直骂 man can just keep doing it 因为 为什么呢 他这里还加一个sigh 就是 叹气 英文男生 男生就是会当男生 男生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 男生就是这样 这句话的英文就是 boys will be boys OK boys will be boys 男生就是这样 OK 那是 那有没有 啊 girls will be girls 其实也有啦 那可是什么叫做 girls will be girls 你可能就可以说 啊 你们就喜欢看一些romcom 然后看了就哭啊之类的 啊 girls will be girls 所以这都是一些对性别的一些刻板影响 然后就会吐出这一种 仿佛是人生大道理的一些狗屁句子 啊 你懂就好 alright 好 cool 来 那下面这边继续说的就 一样 这些都西方人的看法 至少就 感觉至少能用英文写出这些东西的人 我们就可以 出力的把它归类为西方想法的人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人说的是 他认为这要 要靠什么东西 要看什么 要看venue venue这个字我们之前 真的也不是讲过一次的 venue就是location 所以就是你要看场合 看你现在的这个地方是在哪里 venue是什么 If someone is swearing up and down at christmas dinner I'm going to be a little bothered by that regardless of gender 所以要是有人 在圣诞节的晚餐的时候 骂得乱七八糟 swearing up and down 那他就会有点点感觉被bother到 I'm going to be a little bothered 被这件事情 by that 无论那个人的性别是什么 regardless of gender at the bar on a friday night 相对来说 如果今天是礼拜五晚上 在个酒吧的话 whatever 随便啦 随便骂吧 所以这写得很好 写得很有那种口气 然后下一个人也说了 It's a question of context 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 脉络的问题 而不是性别的问题 所以他们的讨论 其实非常的成熟 非常理性 所以context这个字 有时候我们把它翻译成上下文 也可以翻译成脉络 一件事情的脉络 这样子 好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我想要看的就是 这里 carried away 好 所以这个也是有点呼应 刚前面两个人讲过的 Absolutely place and time matters 所以地方在哪里 跟你麻将话的时间点 是重要的 这样 It's easy to get carried away carried away and instead of using bubble bar you are bubble bar 这样子 所以什么叫做 It is easy to get carried away 这个get carried away 就是你被一件事情 牵着鼻子走了 这样子 或者就是你 分心去做了别的事情了 分散掉焦点了 被带往另外一个方向了 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会去广委会那边跟他们吵架 也不是故意要吵架 因为他们真的做些很不合理的事情 所以我真的是受不了 我看到他的脸我就想骂人 所以我本来想要好好的想讨论事情 可是他会对我大声 然后我也就对他大声 这个状况就叫做 I got carried away I got carried away 你不要想说carry不是我们在打电动的时候说的 我来carry你 我来carry你 那个carry是你扛着这个队往前走 你知道吗 扛着这个队往前走 而这里的carried away 就像说你被人家扛走了一样 你被你的怒气扛走了 你现在只会骂人 你现在不会讨论事情了 大家懂我的意思 好OK so it's easy to get carried away 然后与其是用了一些 更有色彩的一些形容词 你却用了什么东西呢 你却用了fucking OK 你就用了一个很没有创意的fucking这样子 OK 而且很容易就会get old 什么叫get old变老 就是听了会腻 so if something gets old OK 不要把它翻译成变老 它的翻译应该是腻了这样子 OK 变腻了 我这里打成这个变腻 太好笑了吧 变腻了 OK 腻了 你不要一直在讲同一个笑话好不好 你的笑话已经 你知道 Your joke has gotten old 你的笑话已经腻了 大家对它腻了 好听懂就好了 所以it gets old really fast too 很容易就听腻了 OK 好 然后他就说 而且会让这个对话听起来有那么一点点 confrontational and angry confrontational confront这个动词 OK confront 名词 confrontation 选用词 confrontational confrontational 什么事情 就两个东西出现了一个对峙的 冲突的一个状态 我又讲回管委会 我们去那边很容易就 这个处境就会变成了 非常的confrontational 因为两边都 对 都认为对方是混蛋 这样子 所以我去那边就是为了要confront他们 那他们也就是接招这样子 好 再讲下去 我会继续讲这管委会的事情 我觉得够了 好 真的够了不要讲了 那好 最后讲这边有一个on the flip side 好 yes 所以说yes on the flip side I'll drop a bomb when I'm with a new person just to see how they react 所以这个人蛮搞笑的 所以on the flip side就是在 我们从比较好的面来看 OK 那有没有另外一面呢 on the downside on the flip side on the downside 所以从正面来看 从负面来看 所以 他说他会故意骂一个账 i'll drop a bomb 有的时候他会加个f i'll drop 就是drop a bomb or drop the f bomb 好 也就是讲那个f的字 讲fuck这个字 i'll drop a bomb when I'm with a new person 他会跟新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故意讲个账 就来看看他们怎么回应 OK 好 所以他发誓 他们的眼睛多半就会 增大了 然后他们就变成最好的朋友了 we become besties OK besties 有的时候女生骂个招呼 会觉得他好可爱 然后我反而跟他会变成 还不错的朋友 OK 还不错的朋友 最后一个片语 我们把它看完就好了 大概也就 OK 他说 in my opinion if the situation calls for a curse word you give it you give it a damn curse word OK 所以他说 如果你今天遇到的处境 他就是正好就该有 骂脏话的一个条件的时候 so if a situation calls for something 就是现在这个处境呢 正好就要求你该做这件事情 该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把这个 像是片语人员写出来 the situation calls for什么东西 这样 OK 举个例子好了 举个例子好了 要是今天有朋友来 然后10点 好 台湾不是很好的例子 我们假设现在在国外好了 12点 一点了 靠别大家肚子饿 怎么办 想要叫外卖 哪里有 披萨还是有 披萨好像到一点半 还是之类的 所以我就会说 朋友晚上肚子饿 家里泡面吃完了 没有东西可以吃 you know the situation calls for pizza 这就是situation calls for something的一个概念 听懂就好了 可以了 所以他说 要是你的situation calls for一个脏话 你该骂脏话的时候 you give the damn curse word 你就要该骂个脏话 你要是不骂 反而是不行的 听懂了 好了 那讲到这里大概够了 也懒得复习 再复习 我要再下一次关闻会 这个鸡巴的事情 不要去想他了 这件事情就让他过来吧 好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